11月20号范冰冰转发了一条网友的微博 内容是购物网站上商家声称的范冰冰同款 图片其实就是把商家卖的衣服PS到范冰冰的身上 变成了买家秀 并不是真的冰冰穿过的同款 而且款式大多鲜艳俗气 范冰冰转发说道 呃那个能不能别给我乱穿衣服 说真的我也是要面子的好吗 无奈又可爱 网友评论道 这些衣服披上你的脸 感觉立马提升档子了 李晨看了想打人 哈哈怪你过分美丽 11月19号某知名摄影师在社交软件上 筛出一张为范冰冰拍摄的照片 这次的范冰冰一改网上风格 扮起了可爱的小魔女 似乎这样的二次元风格 只有97年的徐娇才会经常扮演 没想到大徐娇16岁的范冰冰扮起小魔女来 也毫不逊色 反而更有韵味 照片中的范冰冰画着精致的妆容 一身黑色魔女服装 加上烈焰红唇 看上去更有魔力 扮演得了男人 驾驭得了性感 二次元风格也不在话下 看来范冰冰才称得上是百变女王